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稍微小小而已 好 然後呢 下次我的暗沉啊 或是我覺得肌膚會缺乏彈力 又或者是我覺得冬天到了 我的脫皮會很嚴重 也只是在底液啊 或者是我的眉頭這部分 所以今天呢 要告訴大家 冬季頂級保養 如何在冬天也可以當個自然系美人 首先呢 先來介紹我們的來賓 第一位 王寶丁 接下來 季晨 歡迎 歡迎 好的 接下來要介紹我們的老師 全球肌膚保養專家 Sam老師 嗨 大家好 歡迎 然後問一下我們的來賓 就是對冬天的時候肌膚 你們會有什麼困擾嗎 我覺得冬天就是真的很乾 而且會很暗沉 我覺得現在連化妝都沒有那種透亮的感覺 陳馨呢 我覺得我一直很困擾的是 就是尤其冬天晚上很容易肚子餓 就是想吃宵夜 就是只要一吃宵夜 早上起來就會變水腫超嚴重 沒關係 今天以上你們所有的問題呢 都可以在我們的節目當中得到解答 來 是的 我們呢 今天的主題就是 自然美人養成素 那我們的關鍵是吃什麼 保養形態式滴爐 還有提亮肌膚好氣色 其實呢大家想說冬天肌膚一定會比較容易乾對不對 對 那有很多人會覺得說可能是因為夏天的時候呢 比較容易出油才會暗沉 其實不是喔 其實冬天的時候呢 你只要肌膚一乾 你的角質正常的代謝能力下降的時候 是 基本上你的皮膚就也很容易暗沉 還有另外一個困擾就是你可能化妝之後 對 因為所有的化妝品那些粉底啊 粉啊其實裡面都有粉 這個粉質呢它基本上它是會吸油的 是 所以你每天上著這些粉在臉上 基本上你肌膚也會無形中的變乾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呢 它本身是一個純淨純粹的草本的保養的成分 搭配上去結合呢 最新的智慧科研的一個品牌 保袋綠科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它這個系列呢 草本IT美膚系列 它叫做金透棺材亮顏霜 不過它裡面為什麼要做成軟管 就是讓你方便攜帶 做成管狀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呢 我可以定量的來使用它 然後它擠出來呢很特別 我看就像乳液的質地 好保溼喔 很保溼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我抹開之後呢 第一個 有瞬間的緊實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加了活性的生態的成分在裡面 然後另外一點呢 就是你的肌膚呢 可以讓你提亮肌膚呈現好氣色 有耶 馬上擺 你看這個手就有擦的 我再動這個手 對 下面的就有擦過了 上面的 對啊 好透亮喔 而且我完全沒有推擦 我只有這樣輕輕的抹一下而已喔 你看它就馬上提亮了 而且我覺得這老師手上總有透明感 對 妹妹不愧是有在保養的人 你一語道破重點 真的 好敏感 很多人現在想要追求的是這樣 所以呢 它是業界首創第一支 有兼具保養型態的式敵乳 它是一起在結合 然後讓你擦上去的同時呢 讓你肌膚呢 達到緊實跟緊緻的功能 不過呢 我可以瞬間提亮 跟修飾掉我肌膚的暗沉跟瑕疵 所以我的膚色就會均勻 就會馬上的明亮起來了 你看我現在清清膜 你會發現完全沒有黏 對啊 不黏了 對 為什麼不要有黏土 因為它吸收度夠 為什麼它可以這麼的好吸收 因為我剛剛講到 它是一個綠色的科技 對 保代綠科本身呢 它利用了一個高科技的 一個萃取的一個科技 叫做 Bio Plus 微脂囊的一個科技 這個微脂囊可以把 把我剛剛講到的所有的草本成分 像一顆一顆的囊球 完整的包覆之後 我一接觸到我的肌膚呢 輕輕的一化開 囊球瞬間在你的肌底呢 散到你肌膚所需要補充的部位 它的直萃是很特別 它是個叫做CO2超臨界的直萃法 這個CO2超臨界直萃法 它可以幫你把好的成分留住 不好的成分呢把它過濾掉 因為你有時候在 可能在萃取的過程 可能裡面有一些 一些什麼所謂的化學溶劑等等 因為你要去分析出來嘛 它把它的零界 把它排除掉 把它丟掉丟掉丟掉 我留掉的全部都是最珍 對 珍稀最精華的成分 然後像這一款呢 金豆換起來亮眼霜裡面呢 它裡面的包容成分很足 所以它裡面有添加了什麼成分 有添加了人參 人參 對 然後玫瑰的果實 然後還有添加了葡萄的珍稀的精華 在裡面 而且它連馬鞭草 迷迭香 還有來自於日本柑橘的精華萃取 它把活性的生態跟活性的草本 精華的紫萃 包在一起 直接放到你的肌膚裡面 就直接擦在臉上 讓大家來看一下 在日間的時候呢 隔離霜之前 防曬之前的最後一段步驟 就使用這一款 金豆換彩亮眼霜 一次的用量 其實我壓一下大概 你要讓你肌膚保濕一點 大概就是一半的臉 然後壓一下就是兩邊 然後你可以連脖子都可以戴到 抹雲之後你會發現 第一個它裡面所有的活性生態 跟活性的草本成分呢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超臨界的 萃取的草本精華呢 把它順效地滲透到你的肌膚裡面 我第二個步驟 就在我的眼周 眼周這個地方呢 往上推滑 就這樣子 是做加強嗎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眼周是不是很容易暗沉 所以我就這樣 對 我就要輕輕地推滑 然後你會發現 為什麼老師 這個可以直接這樣推嗎 因為這一品呢 它本身呢 它的延展度很高 而且它在眼周也是適用的 因為有提到它是純粹的草本成分 所以在眼周也不會造成眼周肌膚的負擔 然後接下來就是大家很在意的 顴骨的部分 我顴骨的地方呢 我可以從我的鼻翼旁邊 輕輕地往我旁邊推 推完之後 接下來很重要的一個部位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輪廓線 也是可以往上推 各三下 推完之後呢 我們把它轉到我們的脖子下面 就是我們的耳後 這邊推過來之後呢 我們從我們的耳後過來 這邊對不對 然後在我們的耳下 輕輕地揉一下 耳前跟耳後都有淋巴結 耳前大概佔了30% 耳後佔了70% 所以有些人他一按有沒有 這樣輕輕地揉 好痠喔 會痠的話那是正常的 那如果不會痠 表示你的淋巴結是比較暢通的 推過來之後揉一揉 順著你的脖子下方到鎖骨 可以輕輕地揉開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 在你肌膚要提亮 非常有緊實緊實的功能 而且重點是 現在鏡頭很明顯的示範是 它的顏色 對 顏色 還有蘋果肌 很亮對不對 它這樣兩邊蘋果肌是不是高低 不太一樣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它的蘋果肌 感覺很 很方便 很漂亮 對 然後很鬆彎翼的感覺 會有膚色不足的狀況 很立體 今天還有帶來的 可以稍微跟大家簡單分享 好耶 這個是它的亮眼膠 這個就是針對你的肌膚 就是它有泡泡眼 帶一些這些水腫就會比較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有很多黑眼圈的 或黑色素沉澱的 就可以用這個亮眼霜 對 然後另外一瓶就是這一瓶 這一瓶叫做全能精華 所以可以幫你的肌膚 達到很好的保濕 甚至你的肌膚 達到全方位的保養 所以寶帶綠科 它除了剛剛提到的 晶透換彩亮眼霜之外 它還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的保養品 可以提供大家所需的需求的困難 謝謝 好厲害 謝謝沈老師這麼精準的講解 對